中西松丁外野首林舒逸 去年在义军出赛一场 就因为左脚骨折 仍带撕裂 整机爆销 直到今年 因为球队陆续传出确诊消息 5月19号才抵替陈子豪的位置 重新回到义军舞台 得来不一的机会 他也好好把握 不止一度创下连续14场敲完记录 目前出赛17场比赛 就已经敲出24专打 风险11分起打电 打击率高达4乘以4 这样的成绩就连自己都意想不到 就出乎意料啦 对啊 没有想到吗 对 就真的只是想说顶一下这样 因为当时我只是 我只知道因为有 那阵子会有很多人确诊嘛 然后我那时候上来 我只是抱着 就是上来顶一下 对 等那个原本好的人回来之后 我大概也会再回去这样 那也很开心自己可以 有好的表现可以继续留下来这样 舒逸去年他比较不幸运的 就是上来一场 就已经受伤了嘛 那今年他是后来才上一军的这个机会 但是他的表现就一直蛮积极的 然后在击球方面 我也觉得他的挥棒的轨迹 慢慢的是有在修正的 对那掌握到球的感觉也都蛮不错的 黄山君的外野 有没有詹子贤 陈子豪和张志豪三大重炮卡位 虽然陈子豪已经隔离出关 不过近日蜘蛛豪因为打击状况不理想 主动和教练团要求下二军挑战 加上活动的打击手感 也让原本认为只是暂时顶替队友的他 更有信心想在义军站稳一席之地 因为其实也隔蛮久一年多了 对回来之后也还是有点陌生 连球场都变得不一样 像今天在铁木这个球场我就没来过这样 对就是还蛮新鲜 然后可以看到再看到那么多观众 因为在二军不可能看到那么多观众 也是其实蛮开心的 当然想要一直留在这儿 因为我一直觉得义军这个舞台是 每个人都很想要留下来 然后也想要在这里表现出 自己的最好的一面这样 然后帮助到球队 所以上来也不会想再下去了 受过伤了才知道原来健康 然后打完一整季才是最大的目标 健康出赛听起来平方无奇的目标 对受过重伤的林书役来说格外重要 赚助积极的态度有目共睹 也期待他能够延续好表现 真正站稳地军行列 网织台采访报道